今天我們要做頭台小披薩 這個是我在外面買的頭台醬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做 它比較油 自己做的比較不油 那今天我們的 cameraman 是我的室友 Peter 我今天是在另外一個廚房座 Hello Peter loves cats 他喜歡小貓 你可能會在後面看到小貓 This is Max Hi Max OK 那已經有很多醬汁了 這個我們今天兩個一起吃午餐 他今天免費幫我當攝影師 所以我請他吃午餐 吃頭台小披薩當午餐 午餐 午餐 好 然後很簡單你就把 Harmes and cheese 蓋在上面 Yay 然後我的烤箱已經預熱到350度了 350度、370度 看是大烤箱還是小烤箱 我在舊金山做的時候呢 350就夠 因為是小烤箱 那這邊的話呢 大烤箱 就可能350、370度 每個烤箱的那個 脾氣都不一樣 溫度也都不一樣 自己調整一下看一下 好 然後呢我通常會再灑一點 這個是很好的 18 month age Parmesan cheese 那它是18個月的 的Parmeson cheese 我會上面再灑一點 會增加香味 然後通常呢我還會再灑一點 鬆開的seasoning 這個是檸檬胡椒 好 什麼 sev質疵 它們很會 Obsess 很濃 很濃 一部裡的調味 有水 那它很濃烈 它們很濃烈 它們很濃烈 是你的哪一家 so you bet it's good so那個 pizza是熱的時候呢 他會稍微把這個菜稍微煮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的 prosciutto 義大利的生煙燻火腿 Tear it apart 吃成小塊 另外一個牌子的不太好 所以好了以後呢 稍微 那個是橄欖油 這個是很好的橄欖油 very fruity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義大利黑甜醋 我喜歡黑甜醋一點點 有些比較濃的 然後呢 再弄一點 泡麥芽起司在上面 那通常我最後呢 我先把一點黑胡椒粉 進去 就是我們的偷胎小披薩 這個 披薩 可以 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這就是我的偷胎小披薩 那一陣子 我可以拿到 你吃了小披薩 我可以拿到 那一陣子 那這個